2002年,广西男子因为太老实被欺负,结果一怒之下连杀六人,还炸掉县政府大楼,这是怎么回事? 2002年,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山县,一个名叫陈玉皇的男子接到消息,匆忙赶回家乡。 此人原本在外打工,孤身一人,没有任何亲人,无亲无故了无牵挂,原本打算再也不回来,可老家传来的消息,却让他不得不星夜赶回来。 原来,陈玉皇原本将去世的奶奶安葬在了村子的后山上,却被人恶意破坏,赶到现场后的他发现,奶奶的墓碑都已经被砸得四分五裂,上面镌刻的字迹也被人用刀划得模糊不清。 更让陈玉皇感到无法接受的是,破坏者不但砸了墓碑,甚至还要刨开坟墓,将奶奶的棺材重新挖了出来,放在桶堆旁。 这样的景象深深地刺痛了陈玉皇,老话常说入土为安,可他原本安葬好的奶奶,如今却被人刨坟曝尸,就连死了也不得安生。 承受不住如此打击的陈玉皇抱头痛哭,心中满是怨恨愤怒,他根本不用去调查,心中已经知道是谁做出了这种丧尽天良的恶事。 原来,陈玉皇出生在鹤州市中山县本地的贫困农户中,家里不但经济条件十分堪忧,更是姊妹众多,陈玉皇还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,这无疑是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 而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,陈玉皇一生可谓是相当坎坷,出生没多久,陈玉皇就被查出了患有黄胆病,而他的父母压根担负不起长期的治疗费用。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,陈玉皇就被其父母偷偷地丢到了深山老林中,所幸的是他的奶奶及时发现,将年幼的陈玉皇带回去独自抚养长大。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,使得陈玉皇在村中受尽了白眼与嘲笑,在同龄人中始终都是被肆意欺负的对象。 久而久之,陈玉皇养成了冷漠孤僻的性格,从来不会主动和他人说一句话,这也让其在村中的处境进一步地恶化。 不少村中的混混流氓,甚至直接造谣陈玉皇根本就不是个男的,这辈子都找不到老婆。 不过陈玉皇实际上非常懂事,他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就是奶奶,从小就对奶奶非常的孝顺,可以说是言听计从。 而奶奶对于这个可怜的孩子也非常的宠爱,把能给出的一切全部都给了陈玉皇,让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平安长大。 因此,在奶奶因病去世时,陈玉皇悲痛欲绝,毕竟唯一被视为亲人的存在永远地离开了。 为了将奶奶风光大葬,当年的陈玉皇拿出了几乎一切积蓄,并亲力亲为地挑选风水宝地。 很快,陈玉皇就相中了村子后山上的一块地,决定将奶奶安葬在此地。 可让陈玉皇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的是,就连这样简单的要求都会被村里的恶霸阻止,甚至让奶奶死后还不能安息,被人挖坟掘墓,棺材曝晒在阳光之下。 2002年,广西男子因为祖坟被挖,一怒之下连杀六人,还炸掉县政府大楼,这是怎么回事? 陈玉皇刚刚为奶奶挑选好坟墓,没想到冻土的第一天就遭受到了阻挠。 村霸陈金宝带人来到后山闹事,声称这座后山是他们全村的风水宝地。 陈玉皇不能把坟建在这里,否则会影响所有村民的气运。 而受惯了欺负的陈玉皇一眼就看出,这不过是陈金宝为了刁难自己,随口想出来的说辞,这样的事情他曾经历过很多很多,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再忍其吞声,而是据理力争。 表明自己做事完全合理合规,他们根本没有资格阻止。 然而陈金宝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这个可怜人,一口咬死就是不让陈玉皇下葬奶奶。 将愤怒积攒多年的陈玉皇此事终于爆发了,他立刻冲上前去和对方扭打做一团,直到有人出面调解双方的拳脚之争才得以平息。 而调解的结果是,陈玉皇被允许在后山上安葬他的奶奶,亲自盖上奶奶坟墓的最后一坡土后,陈玉皇心中悬着的大石头终于落地,此时的他已经了无牵挂,完成了给奶奶送终的心愿。 因此,陈玉皇决定就此离开故乡,外出打工闯荡一番,毕竟在他眼中,亲生父母和兄弟姐妹和陌生人没有任何区别。 陈玉皇也打算只有逢年过节才回来给奶奶扫墓,其他时间一律在外地生活。 没想到刚离开没多久,他就接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,原来歹毒的陈金宝还是不愿意放过他们一家,陈玉皇前脚刚走,陈金宝后脚就带人把奶奶的坟墓给刨了。 这群恶霸光是砸碎墓碑还不够,居然还将棺材挖了出来,就这么摆放在光天化日之下,而这也是对一名死者最大的侮辱。 很明显,对于陈金宝来说,所谓的影响气韵不过是个借口,他做出这种事,明显就是要让陈玉皇更加的痛苦,以满足他变态的欺压人的欲望。 无漏偏逢连夜雨,厄运专找苦命人,陈玉皇还没耐好好接受这一事实,就在医院查出了自己已经是已单晚期,未来的时间已经不长了。 这件事也让陈玉皇选择不再犹豫,他要在死之前,用最暴烈的手段,报复一切曾经欺压过他的人,为他的奶奶报仇。 而此时的村霸陈金宝依旧是嚣张跋扈,横行霸道,陈玉皇要求陈金宝赔偿6000元,直接被一口拒绝,甚至连一句道歉都没有。 不过这也没关系,毕竟陈玉皇想要的不是他的钱,而是他的命,看着陈金宝嚣张的模样,陈玉皇当场就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,奋力向前赐去,不过因为没有做好准备,这一下只是让陈金宝受了伤。 陈玉皇因此只能潜逃出村令做打算,很快一个足以称之为疯狂的计划,便在他的脑海中成形。 2002年7月的某一天,陈玉皇通过秘密渠道,将打工的积蓄全部购买了土质炸弹。 随后就到秘密住所藏匿了起来,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。 2002年,广西一男子只因祖坟被挖,一怒之下连杀六人,重伤七人,又用自制土炸弹炸掉县政府大楼,最终结局如何? 2002年7月21日,广西中山县政府大楼门口,一个衣衫蓝绿,满脸脏雾的人正蜷缩在墙根边,此人正是陈玉皇。 此时的他正在默默观察,等待着爆炸袭击的时机。 而他的第一个目标,居然正是县政府大楼。 然而保安显然没注意到陈玉皇疯狂的想法,还以为这只是个来阴凉处休息的乞丐。 也正是在保安松懈的时刻,所有人都没注意到,陈玉皇已经不动声色地将一个圆球捏在手中, 而后在门外用力一抛,这个圆球状的物品就滚到了县政府大楼的门口。 震耳欲聋的巨响突然爆发,这颗土质炸弹按照预想的那样爆炸了, 政府的大门被瞬间粉碎,也一时间烟尘四起,玻璃碎片到处乱飞,现场一片狼藉,尖叫声不断。 所幸的是因为距离过远,这颗土质炸弹波及的范围只是大楼门口一块区域, 虽然所有人都被吓得不轻,但没有人因此受伤。 此时的陈玉皇没有心思关注这些,他已经快步走在回村的路上, 在县政府大楼爆炸的这颗炸弹,只不过是一个勋战信号, 而他真正的目标自然是陈金宝等那些曾欺压羞辱过他的仇人。 7月21日中午,此时的陈金宝正在田地中忙农活, 至于妻子和三个孙子则是在屋内,陈玉皇掌握这一情况后没有多想, 直接提着一把锋利的菜刀踹开房门。 还没等屋内的四人做出反应,陈玉皇便高高举起手中的菜刀, 用尽全力披在陈金宝妻子的脑袋上, 而对方连一声惨叫都没能发出,便倒在血泊中失去了呼吸。 至于剩下的三个孩子自然不可能反抗陈玉皇, 一阵尖叫过后伴随着飞溅的鲜血, 陈玉皇手起刀落,就这样杀光了陈金宝的妻子和三个孙子。 随后,陈玉皇点燃了陈金宝的房屋, 站在不远处微笑着看着这一切, 享受完后,陈玉皇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另一个仇人刘刚的家中。 刘刚恰好不在家,只有他的两位年迈的亲人, 而这正好是陈玉皇想要的,又一阵刀光闪过, 陈玉皇如载鸡杀猪般送两位老人去见了阎王。 随后,已经彻底杀红眼的陈玉皇也懒得隐藏了, 手提一把菜刀游荡在村中,见到活人就砍, 没一会的功夫就砍伤了七个人。 此时接到报案的警方也赶到了, 因为陈玉皇的行为太过恶劣, 中山警方一次出动了整整四百名警员, 然而这严密的包围圈却被熟知地形的陈玉皇避开。 最后的时间,陈玉皇来到了一个名叫李春发的仇人家门前, 随手又丢出一个炸弹,直接把仇人的家炸没了。 随后,陈玉皇逃窜出县城,又因为打劫炸毁了一间宾馆, 并在警方包围时妄图引爆所有炸弹与警方同归于尽, 所幸一些英勇的警员奋不顾身冲上前将其控制, 阻止了一场大爆炸的发生。 2002年8月末,陈玉皇因犯故意杀人罪、爆炸罪、放火罪等数罪并罚, 处以死刑立即执行,并处30万民事赔偿, 震惊全国的广西杀人炸楼案就此落下帷幕。